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王一博,周迅我的朋友正片上线,在线90年代影院故事。 今日,王一博,周迅我的朋友正片上线,王一博在其中饰演李默,常理上班的,陈哥,称其为诗人。 李默出去游历一番回来,见过了黄河,见过了麦子弟,送给,陈哥,一本诗集,陈哥爱不释手。 电影院门口明明贴着,找传达是小周领票,不可外转,结果打瞌睡的小周看到是李默进来忽然就精神了, 而李默捏着的却是陈哥的票,但小周只说了句,是你啊,就直接捡票让李默进去了。 仙导片中,李默在去电影院之前还特意去理了发。 看没有人再来,小周关好外面大厅的门也进了电影厅,坐在了李默后房,李默心虚, 跟小周坦白,票是陈哥给的,小周看着他回答,哦,看吧。 李默放下心,转头继续看电影。 旁边人看到李默,跟小周说话问他,认识。 李默回答,我的朋友,因为一次看似,不守规矩, 却又无伤大雅的电影票事件让两人瞬间拉近了关系。 90年代的电影院90分钟的电影放映过程中还会发生什么呢? 影片很短,只有20多分钟,留给人一片遐想的空间。 王一博第一次挑战这种片文一皮财的影片,竟然也毫无违和。 和周迅的搭档,影后与青年演员,后生可畏。